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智丸 官藍高手呢在上一週改了一個9.0版本 那9.0版本的改版內容 我們之前有出兩部影片有說過這一版的改版內容 那官方也都查得到 那首先來講一下我覺得改版比較有差距的地方 那第一個呢是超級的部分 超級的部分官方有說會把超級率改高 那我自己打了這麼多把實測下來的感覺是 超級確實有感 但是帶上潛能才有更深刻的感受 就是你的潛能要從主攻套變成超級套才會有更深層的感受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被動超的超級率是真的變蠻高的 被動超的部分 那主動超的話空挖系列我都覺得還好沒什麼差 那麼在那個撞停超部分也有加強 但就是麻煩一點要需要改動潛能 那改動潛能這一版其實很多攻框角 而且分球的角色大部分是極目跟老線 你很難去站到一個靠賽站停位 如果踩一個靠賽狀停位的話很容易冒不到惡點了 或者是一個失誤的狀況 所以我會覺得這版被動超雖然有改 但是實用度沒有很高 但是偶爾來個一兩球是真的蠻噁心的 那再來是籃板球的部分 我認為這版籃板球非常非常的迷 很多籃板幾乎都不能秒 跟之前不太一樣 那這一版籃板張改的話就變成賣跳的人會比較有優勢 就變成力量版的時代 就是因為沒辦法秒的關係 所以力量版會稍微強一點 所以這一版的吉斯應該會是我最推薦打完的角色 因為這版籃板球的機制來講的話 對吉斯最有利 那再來就是大家很困惑的中頭頂頭 我個人打了這麼多場 大家的潛能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潛能是360啊 這種比較穩定 就是趨近於中頭穩定的潛能 就是幾乎中頭是滿的 那也過43 那這個潛能來測試後 我自己體感是覺得 頂頭機制跟以前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變 那很多人會覺得頂頭要變不準 那只是因為現在突然被干擾 不能知道自己進不進 那我看過很多影片 他們都是沒有在算自己機制球 然後就把球甩回去 他說空位怎麼會不進 這個遊戲你潛能如果沒有到很高 或者是就算你300潛了 360潛了好了 你空位球只要是單速球 就本來就有機會打鐵 而且打鐵機率其實算很高 在這個體系來講的話 那些人就是中頭不進 然後又不會算機制 然後說中頭被改了 所以其實中頭我自己體感下 是完全沒有被改 只是那些人完全不會算機制 然後就瞎頂 然後瞎頂晚上說 中頭被改了 又不進 你頂了一個單速球空位 本來就不一定 因為單速球空位本來就有機會 就被系統懲罰了 那些人只是剛好被系統懲罰 然後剛好輸遊戲 然後還說中頭被改 所以我覺得會講第三點 中頭有被改的人都是低端 因為他們體感下就是有問題 那再來比較嚴重的東西是我們的高野 高野後撤有很嚴重很嚴重的BUG 就是他很容易不能觸發後撤 那目前的解決方案就只有 在你要後撤接球的瞬間 你必須放開你的方向鍵 他才會乖乖後撤 這是目前的解答 那陸服是沒有這樣的設定的 所以這個高野是完全的BUG物質 那什麼時候會把這個BUG改壞 不知道 高野蜜月期都還沒到出現這個嚴重的BUG 所以我覺得高野這版建議先不要玩 建議先不要玩 即便你有好的陣容搭配 你選出來很容易造成你的後撤斷掉 然後導致於你家的吉木 或是老仙進攻斷倒 所以我不認為這版高野可以出 因為這個BUG才太嚴重 而且完全沒有去修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特別提的是我們的老仙道 老仙道在這一版的改動之後 我覺得搞得還不錯 他改了一個蠻特別的東西 叫做他的地上的藍圈 大家如果有在玩 官的高手的老仙道 上一版應該都會知道 仙道的腳下藍圈不見了 那我認為應該是版本物質 導致於這個藍圈不見 那這個藍圈現在改的怎麼樣 就是說 你是風模式的話才會生藍色 那你換成衛模式的話 他就會變成這個 青藍色 那你就可以很明顯發現 誒 這張改動其實對自己在持球的時候 蠻有方向性的 而且在自己防守的時候 你也可以知道你是風模式還衛模式 對於仙道比較不熟的玩家 這個改動 我認為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這個改動 我覺得是一個設置非常好的東西 然後之前那個藍圈我個人是覺得沒差 有跟沒有一樣 但這個藍圈我就覺得有差了 這次改的還不錯 那再來比較特別的東西 我們的平頭櫻木 這一版的平頭櫻木 橫鐵 所謂的橫鐵是他的第一球中頭空位 就算是一個空位出手 他的第一球都不太好頂進 他很奇怪 這一版的平頭櫻木的第一球 就算接到隊友投籃啊 然後空位出手 他都很容易鐵 所以這版平頭櫻木 是有稍微的被下球 如果大家有大量平硬的話 都應該會發現這一點 他的第一球非常容易鐵 即便是一個空位出手 那再來是藤真 藤真的第一球空位中頭 你如果不帶30中頭起跳 基本上第一球必鐵 不管你是中頭空位還是頂頭 頂頭本來就不會進了 那你中頭空位是幾乎不會進 你只要沒有帶中頭前是幾乎不會進 而且藤真的三分球穩定度 在這版來說超級低 很容易可能兩球三球 系統都不會換給你 可能連續三球空位都不會進 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而且又被綁定我剛剛講的 他的二分被嚴重下球 那你又沒辦法不帶二分 那你帶二分的話 三分球穩定度本來就很低 然後你又加上你帶二分錢 你會導致於整把三分球可能不進 那這次這版可能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那第九點是我們的那個火鍋 官網說會把火鍋蓋完的地板球 往其他地方彈 以前例如說這樣好 我在這邊投球 那敵人在你面前蓋 高級率是往你後半部這邊彈地板球 所以橫頓會預判往後走 那官方這次說 會把火鍋的角度稍微偏掉 例如說我在這邊蓋 球有可能往這個籃底下去彈 那這個改動官網是這樣說的 但我自己打下來實測下來 大概十球有八到九球 都是跟以前一模一樣的球路 只有少數幾球會往其他地方拍 所以這個改動在文字敘述看起來很可怕 但實際上玩起來沒有那麼可怕 幾乎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單核陣容會不見 我個人這樣玩下來是單核陣容應該是還會在 那再來是一個 這一個版本我最討厭最討厭的BUG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BUG可以存在這麼多天 我們先之前有一個是潛能反例的 那個每日重置沒有顯示的BUG 那目前最嚴重的BUG我認為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就是他媽這個該死的紅點 到底為什麼這個個人資料會有一個紅點卡在那邊 這個是真的我這一版最不爽最不爽的東西 這個有紅點強迫真的會中風 到底這個紅點是在殺小 完全點不掉 那點去也沒什麼東西可以改 全部東西我都點過了 臭你媽的 那接下來就是現在這一個版本單排會抱怨隊友的一些玩家 我來觀賞他們的角度 基本上我還是那個邏輯啦 你們把你們的個人詳情一點開 那點開之後就可以看到你們的場勢跟風足數了 通常你的火鍋如果沒有高於2 代表你本來就有問題 不是隊友的問題 最少最少都要有2 地板球也都要快要有2 才是一個正常正常的玩家 你如果這樣都不能2的話 基本上你的問題比較大 不會是隊友問題 那警工參考 這是一個比較數據面的東西 就給大家參考 這個東西就可以評斷你到底玩得好不好 但是我最在意的還是這該死的紅點 好啦這一版的解析就稍微到這樣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喔 謝謝大家